郭台銘的霸氣 如果要出手了 你也就要他回應 沒辦法這麼簡單 來請教王學員 剛才葉元智說 訂個方法 要約郭台銘來談 免得他像上次一樣賴皮 就輸了之後說你的辦法不好 國民黨如果約他談就中計了 國民 郭台銘現在是什麼 他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吧 不是 不是 沒有資格參加中國國民黨的黨內初選吧 沒有 那你跟他討論初選辦法 你就進了他的套了 變成你要求我 對 就變成你在拜託 他說拜託你來算 那你既然拜託我來選 他又開始開條件了 要飛綠大聯盟 不見得要入黨等等 所以郭台銘去挑戰方法說 你要吸取教訓 像上次一樣 忘記把手機納進去 否則上次我選就不會像 韓國瑜輸這麼慘 韓粉有沒有聽到 郭台銘這些話其實還在侮辱韓粉 就是上次那個方法的教訓還不夠嗎 韓國瑜選那麼爛 選舉的辦法不好 虛擬教訓 我看看 我看看這次國民黨會提什麼辦法 我看看再來說 這是很爛的 這個不要說沒有道歉 他只告訴你 那你要不要跟我討論 你朝我討論的話 那你就來聽我的意見 可是國民黨如果去找郭台銘討論的時候 你就像董之聲講的 你就變公共廁所 親才人家酸 要用你就用 你不用你就走 那回來你還要去求他定辦法 所以到底要不要跟郭台銘 談初選辦法 入黨辦法 總統提名辦法 我跟你講郭台銘這個球 已經提回去給朱立倫了 我看你成不成才 那他講的說 希望你大人有大量 這句話你要反過來講 你沒有大量 你就沒有資格當大人 你朱立倫如果定不出一個 讓郭總裁高興的辦法 你有什麼資格叫做國民黨的主席 國民黨的大人 小人而已 不是大人 所以他裡面每一個都有套 然後講說 今天沒有要談郭柯沛 柯文哲現在實在很可憐 排到第五第六順位去了 但他我今天沒有要談 根本沒有這個主題 但是如果你國民黨的方法 沒有大人有大量 方法不好的話 那個小柯你在那邊等著 我還會再找你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朕知道了